在中国的北方,当河面截起十几厘米厚的冰层时,就预示着冬天已经降临了。 沈阳是中国东北一个宽广的中心城市,一个让人见识寒冷的地方。 他入选承办2008年奥运会足球分组预选赛,更使他与众不同。 但是一年底,当气温降到零下26摄氏度,就连最勇敢的足球队员也离开了球场。 但留数没有,每天他踩着大三轮车,载着妻子从家赶几公里路来到北宁公园。 毕竟一点小雪不是待在家里的理由,况且这里还有他的伙伴呢。 这些老人们正准备去游远, 事实上,这是他们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 今天天好。 健身冬勇十年了,每天早上五点多钟给家出发,六点多钟就上来来游泳,身体挺棒。 只要我们想冬勇吧,展现了我们老年人健康的形象。 身体锻炼得挺好,越活着的越年轻,还穿上年轻年的游泳。 刘树和他妻子参加冬勇已经整整六年了。 东勇是中国北方一项特有的运动。 对于东勇爱好者来说,没有哪项运动能与他相比,用寒冷抵抗寒冷,让人振奋快乐。 这就是沈阳人民,天生爽直对生活充满热情,亦如孕育了这方水土的母亲河,浑河。 沈阳的名字第一次被记录史书是在七百年以前。 但这一记录并不是沈阳城历史的开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沈阳城外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并出土了一尊真人般大小的人头塑像。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神像。 这一发现证实了,早在五千多年前,人类已经在这一地区活动了。 一个上午的国王名叫努尔哈赤,是他建立的沈阳城,并使他成为一个中心城市,一座都城。 公元1625年,他率领满族军队在这里大获全胜,并选择沈阳兴建宫殿。 他预示着一个朝代的衰亡和另一个朝代的兴起。 工程相当浩大,建城的主旨不再仅限于军事功能,而是建造一座宏伟规律的皇都。 他们扩建城门,把城墙加高加固,修建大量的中古楼。 宏大的宫殿群终于落成了,它由114座建筑组成。 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这座大殿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清,从而建立了大清王朝。 汉人修建了长城以抵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满族君王却暗中使轨迹破坏城墙,最终导致了明朝统治的灭坊。 在将他们的政权中心搬迁到北京的紫禁城之前,清朝帝王们为自己在沈阳建造了一个宫殿,一个令人难忘地融合了满汉两个民族特色的联合设计。 3,2,1,起报! 当宣布沈阳将承办2008年奥运会足球分组预选赛时,这个城市首先拆除了他的足球场。 尽管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但老足球场达不到奥运会的标准,新馆是世界级水平的。 这让当地像罗西这样的球迷兴奋不明,他是沈阳的头号球迷,他自己也算个名人,而且人尽皆知。 罗西本名李文刚,曾经是一名钢铁工人,因为他跟一个意大利球星有些相像,足球迷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罗西。 他对足球的狂热让他放弃了一切,成为一个职业球迷。 他为了支持中国足球队,变走大半个中国,用20年时间收集了一切和足球有关的东西。 你看,这是响的,你看。 这点打不及,你看我这种吧。 你看,东西里吗? 这是公甲马拉里吗? 这是巴塞柔纳。 你这可哪收藏呢? 那,这多少年了,我一万多千,这这哪都哪,我的岸山那边还有呢。 你慢连连吗? 这也送给我去吧。 够够,哦嘞哦嘞哦嘞,够够,哦嘞哦嘞哦嘞。 他最珍视的收藏是他和足球委员马拉多纳的合影。 可以说,虔诚于足球的罗西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失去了家庭,工作,甚至居所。 有人说,罗西你退难受,谁也看不来我是最难受的,我为了足球,我倾家荡产,我什么都没有,防御一见第五一楼,我一难受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摆开一看,哎呀,我罗西也行,有这些东西谁有,世界上没有。 我可以说在收藏这种球迷,世界上我罗西独有啊。 罗西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球迷。 他或许并没有教他们如何欢呼,但他的确教会了他们尽情欢呼。 王军霞 王军霞一位东北姑娘,他在1996年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五千米金牌。 尽管现在的王军霞待在办公室和飞在天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运动。 事实上,他现在是一项全民健身运动的代言人。 因为我们这个朋友他做了这个健康跑的这个推广的活动呢,他请我做健康跑的推广大使,一下子坐下来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那我可以,因为我是从竞技体育上这个运动场上下来以后,那我是实际上等于说成了,已经成了一个受大家瞩目的一个明星,是具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影响力去影响更多的人去参与运动。 过去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工人和农民,锻炼身体没有得到重视。 但是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案头工作,他们需要为保持健康而努力。 王军霞健康跑俱乐部正是为了这个目标。 王军霞每年要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进行推广活动,带领几万市民一起锻炼。 这不是为了创造奥运冠冠军,而是为了让生命更健康快乐。 经过一天漫长的工作,王军霞开车回到家。 除去身后的光环,他还是一位母亲。 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 他依然剑跑如飞,不过沈阳人还是很擅长滑冰。 无疑,滑雪在这里营养很受欢迎。 现在,中国国内的旅游业正在兴旺起来。 新兴的中产街机渴望去各地游览,尝试一些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事。 第一次来到沈阳,觉得这里真的太漂亮了,满天的飞雪。 我们从小在广东都没看过雪了,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才来到沈阳。 第一次来滑雪。 不是,滚着上去滚着下来。 滑雪也挺难的。 不过我们都非常兴奋的。 冬天让艺术家们有机会将户外变成一座露天艺术馆。 巨子替代了凿子。 冰雪替代了石筒。 雕塑家们大显身手打造自己的非凡作品。 这样的作品昭示着一座城市的远大致向和勃勃寻心。 雕塑家们大显身手打造成一座城市的远大显身手打造成一座城市的远大显身手打造成一座城市。